深夜22点 中国女足世界杯传来意外喜讯 国际足联官宣确认 丹麦女足遭遇重创 麻烦大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咱们广大的中国女足 即将迎来的首场世界杯的节目战 对手是欧洲强队丹麦队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和丹麦女足来说 是一场都不能输的生死之战 因为在中国所在的这个小组来看的话 中国女足跟丹麦女足之间 将会形成一个直接的竞争 两支球队整体的世界排名实力 可以说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在这个小组内呢 有一只整体实力比较强的英格兰 还有一只整体实力比较弱的海地垫底儿 所以说中国和丹麦之间 就将会展开直接的角逐 去竞争小组第二出现门票的机会 所以说中国女足来说 第一场比赛打丹麦尤为关键 那么打丹麦这支球队 我们平行而论 其实中国女足 我们就整体的实力来看的话 我们虽然说跟对手的世界排名比较接近 但是我们的实力还是在对手之下 那么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如何能够击败对手 而取得比赛的胜利呢 目前来看 中国女足我们需要一些好的运气 那么我们希望在本节世界杯开打之前 丹麦女足遭遇一些坏的消息 一些重创 让这支球队整体的自信心 士气受到打击 而从而让中国女足这边自信心得到全面的提升 士气得到振奋 这或许就会让两支球队的整个战斗力 在接下来的肩膜战上此消彼长 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让中国女足收获一些这种积极的利好的 那么事实热明 咱们中国女足真的是想什么来什么 那么就在这场中国女足与丹麦女足的比赛开打之前 咱们中国女足在深夜也是得到了国际足联的官宣确认 连续收获意外惊喜利好的到来 伴随着这些利好消息 到来之后意味着中国女足我们击败丹麦 或许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而对于丹麦女足来说 他们或许将遭遇一个重创 那么首先来说 对于中国女足而言 其实在这一次比赛之前 其实外界最初的时候 为什么不看好中国队能够去击败丹麦 正是因为中国队属于一支亚洲球队 而丹麦队是一支欧洲球队 现在给大家的感觉就是 欧洲的三流球队都能够提亚洲一流强队 更何况丹麦是一支欧洲的二流偏上的球队 所以说这支球队 他们在跟中国队交手的过程中 他们肯定在外界看来 是占据明显的上风球的 对吧 虽然中国队是亚洲杯冠军 但是亚洲冠军你放到欧洲的话 可能都不入流 所以说眼下来看 对于中国女足来说 我们这场比赛 就是抱着拼对手的心态去拼她才可以 那么同样呢 就在这届世界杯 我们中国女足的首场 节目站开打之前 我们看到 新西兰女足和澳大利亚女足 相继为中国女足带来了一针强心剂 给亚大地区的女足队伍 绝对是带来了一个人心振风的好消息 澳大利亚女足击败了爱尔兰女足 而新西兰女足呢 则是1-0 也是击败了世界冠军挪威女足 伴随着这两场胜利的到来 意味着亚大地区的队伍 扬眉吐气了一把 将两支欧洲强队全部击落马下 这就意味着中国女足我们接下来 也完全可以作为亚大地区的代表 去击败丹麦队 起码让我们中国女足 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 我们收获了这样一个强心剂 收获了自信心提振着球队的士气 这对于中国女足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反倒是对于来自于欧洲的球队 丹麦队来说是一个不太利好的信号 欧洲球队连战连败 这对于欧洲的其他球队来说 似乎他们有点 对于本届世界杯的难度预估不够 而导致他们接二连三翻车栽了跟头 或许下一个栽跟头的就是丹麦女足了 那么与此同时 根据国际足联官宣确认的消息显示 本场比赛担任本场比赛主裁判的人选 已经正式敲定 这个裁判跟中国女足还是一个老树人 2019年还曾经执法过中国女足的比赛 中国女足的队员们非常熟悉 这位裁判员的执法的风格和方式 所以说这对于中国女足来说 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那么对于丹麦女足来说 他们对于这位裁判是非常的陌生 所以说伴随着这接二连三的利好消息 到来之后让中国女足拿下开门红 就已经胜券在握了 而丹麦女足则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呀